传福音 在过去两个视频里 我不断地传到传福音之事 没有错 传福音是万民作门徒 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使命 但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心怀意念里 究竟什么理由导致我们传福音呢 有些人热心疯狂地传 说那是主的命令 有些人因为害怕上帝降法于他们 所以他们传福音 那有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们的动机并不是福音本身 那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 说福利 或是要得人的称赞 今天让我们明白 什么是真正靠圣灵的传福音 其实就是 当我们飞船不可 为什么飞船不可呢 因为已经看见了福音的价值 经历了福音的好处 这样的人飞船福音不可了 哪怕有时疲累也好 软弱也好 胆怯也好 但就是飞船不可 各位有否经历 这被动式的能力 在各位心中里面 推动你而传福音呢 让我们今天一同来看一下 我们使徒保罗的传福音经历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 保罗说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获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即使这样 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各位有一次 有一位弟兄问我说 牧师你这么迫切 天天尽心尽力的传福音 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何在 你最后盼望要得的是什么呢 我想了一会儿 最后我告诉他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当主将这福音的大奥秘向我显明之后 使我经历了圣灵的喜乐 看见了天国的价值 我就是不由自主的 得时不得时传福音了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我看见师公兴盛 人蒙恩 我心里会有所喜乐 但确实的说 这也不是导致我传福音的目的 因为在事公当中 也有很多的迟钝 散漫不如意的时候 但我发现 一个人真实的传福音 全然是圣灵的功种 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动工 使人看见福音的架子 所以他非传不可了 这里头没有人的因素 没有人的理由 或是动机 弟兄姐妹 我想这就是保罗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 若我不传福音 就有祸了 各位这句话并不是说 保罗害怕神降法于他 所以他传福音 这并不是这句话的强调了 保罗要说的是 当他看见了福音的大光 与人人都活在黑暗 救主里面的光景的时候 他无法抗拒圣灵的吹壁 所以他非传不可 他是真看见了事实而传 并不是怕神降法而传 我想请问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今日传福音的精神吗 倘若是 你必然得时不得时传福音 你不但迫切地要传 你也喜欢传这个福音 另外保罗今天也说 我若甘心传就有赏识 若不甘心传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然后我们今天也思想保罗传福音的心态 使徒保罗他认识福音的大光之后 他绝对甘心传福音 但是他也意味 有时他也进入有一种不甘心的时候 换句话说 他也有软弱 无能 疲累 灰心的时候 其实他的内心是愿意传的 但有时候因为肉体的软弱 疲累 辛苦 甚至灰心 里头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不甘心 或是无心无力的心态 各位有否经历过呢 我在传福音的日子也经历过 保罗他在肉身也曾经经历过 但他说 虽是如此 责任已经托付我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虽然他心里面 有时因肉体的软弱 而不甘心 但他看到人的灵魂的需要 肢体身上的问题 教会的患难 人身上的困苦流离 他还是传了 其实 我也自认我是一个软弱的牧师 但有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身上的痛苦 他们的问题 人离开神 空苦流离的时候 圣灵还是吹逼我 结果还是把软弱 放一边 起来 把主的话传扬 牧养人 照顾人 劝勉人 所以最后 你也许会问 那你做这一切事的赏赐是什么呢 做这一切要得的是什么呢 今天保罗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传福音的时候 是叫人不花钱得着福音 以至能够认识谁 换句话说 当保罗认识了福音的大奥秘 他的一切的关心 已经在福音了 他也要将福音传于人 除了这个以外 他没有其他的动机 也没有其他的喜乐了 就好像一个母亲生了孩子 有时候甘心也好 不甘心也好 他还是尽他所能的 照顾这个孩子 求这个孩子的益处 这已经成为他的天性了 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人认识了福音 传福音就已经是成为了他的天性了 当这成为你的天性了之后 福音是得时不得时 你非传不可能